如果以后你的孩子长大了,你希望他成为司马南还是成为莫言呢? 别看我现在在批评莫言,说莫言的文字,如果说真的让我的孩子去选的话,那么我还最有可能让他去选择成为莫言。 因为从金钱和名声的角度来看,当时当刻的赢家只会是莫言,即使在多年以后人们幡然悔悟,但是迟到的正义真的还是正义吗? 当事人看不到的正义那还叫正义吗? 关于莫言这事儿,今天应该是这两天最后一期吧 轻者自轻,卓者自卓,有些事情不是谁说谁都可以去主宰的,但是被影响到是难免的。 我没有想到莫言背后的支持者们真的是太多了。 对于他们给我的谩骂和指责,一开始呢,我只是觉得不想理睬就行了,但是我是真心的低估了他们的决心和能力。 关注我的朋友都知道,在每一期我去解说莫言的视频中,我从来都是有理有据,根据现实情况去解说的。 加入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联想到的东西到里面去,并且呢,因为我是害怕可能出现别的问题,我都是全程真人出镜。 一开始还是挺好的啊,但是从昨天开始的话,我能很明显的感受到出现了一个东西。 播放量呢,真的是急剧下降,尤其是在抖音。 播放量基本上就是下降了,直接下降了几十倍到几百倍。 或许是莫言的话题不再热了,或许是我说的呢,还不够好。 或许是,真的不应该再多说些什么了吧。 只要我把,只要我从莫言的书里面摘出几句话,想借此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,那么结果啊,一般来讲,肯定是不尽如人意的。 莫言和教材问题绝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,文化的入侵第一步,绝对就是去入侵文学。 而莫言在我看来就是西方来讲的话,是最完美的一个代言人。 想到这里啊,其实我也想明白了,就即使是教材问题这件事,关注关注的人这么多,关系到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,不是一样也慢慢的沉积下去了吗? 更何况,一个有无数人和无数资本去加持的莫言呢? 有些事情吧,就是不能随人愿的,有些事情我们等不到天明,只能说咬着牙说句就这样吧。 我和我的朋友们啊,就是我感觉咱们好像都有一点点理想主义了,咱们觉得只要自己是正义的,那么最终的胜利肯定是属于我们的。 但是,但是,但是,当反对者和支持者的数量差距过大,那么我们认为的正义,也有可能被另一方的嗓门声给彻底的淹没掉。 咱们觉得看不惯的一定要出手,那么当然是要该出手时就出手,阻止一切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祖国和孩子们的事情。 但是,当巨浪袭来,我们的血肉之躯真的就显得那么单薄。 咱们觉得被蒙蔽的人终究是会清醒的,但是当面对是有选择性的去选择了沉睡,我们又怎么可能去叫醒装睡的人呢? 咱们早已经决定不行,那么我们再大的善良也会被别人当作是满满的恶意。 时间就是这样,对错会在很久的未来被证明,但是自己受没受伤,却在当下就被选择出来了。 我很小心的去揭露一些东西,唯恐碰到他们的红线,但是现在我才发现啊,我退一步,他们的红线就前进一步。 真理可能是掌握在少数人身上,但是就像当年坚信太阳是宇宙中心的布鲁诺, 最后那还不是被一教徒烧死在了自己自己的真理被证明的前夕吗?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创作者,到底有多大的力量,到底能有多大的勇气呢? 真的好感谢这段时间支持我的朋友们,我会继续做我认为正确的事,关于墨延的事情呢,我只能先暂时放一放。 当我找到更好的方式和资料的时候,我一定会对墨延的视频卷土重来。 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调整,我也发现我自己的知识储备还是不够。 当说到一些非常好的话题和点子的时候,很可能因为自己的无知,不能说到关键点上。 我还需要去读更多的书,查更多的资料,把更好的作品送给支持我的朋友们。 关于文化入侵,其实我还有很多话题要说,包括今天的男女对立,包括低声于绿,这些都离不开西方的影子。 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够好,只是因为敌人实在是太坏。 不知不觉就影响了那么多人,在影响很多人,他们只是被裹挟的受害者,但是他们自己却不自知。 我们国家,说实话,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,从那么一清二白,一穷二白,被所有人都瞧不起的农业国,到今天终于可以硬气的去回应的大国,期间的艰难困苦,是别国人民难以想象的。 思想不能坏,因为前老曾经说过,如果社会风气坏了,那么几代人都补不回来了。 到这里算是一个总结了,我是生长在农村,长在农村,后来上大学去了外地,到现在又回到家乡旁边的小县城。 一个普通人家出来的普通孩子,只能给到未来的孩子一个普通的生活。 说不希望孩子出人头地是假的,如果把这个问题成为墨严,还是选择成为司马南的选择给到我,我也会选择墨严。 因为我不管怎么去争辩,至少这几十年活着的时间,墨严都是赢家,名、利都会是墨严的囊中物。 有谁会希望自己一辈子平凡呢?没有。都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,让自己的家人过得好一点。 至于我现在是一个外人的时候,我是反对以及批评墨严的。 因为墨严最终是成就了自己,但是更多的人受到了不好的影响,这件事是不争的事实。 好了,视频就到这里了,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普通人大多数对墨严是那个态度了吧。 相反,那些墨严的同行们,那些文人们却一直对墨严夸赞有加,都是自己的小心思而已。 为了算是结束这个,暂时结束墨严的话题吧,是吧,我今天把这个烦恼丝给推去了,就相当于做一个告别吧。 我就跟那个大姐说,我说大姐那个推的短一点,看到这烦恼丝基本上去的都差不多了吧。 以后也不用为头发去再想什么了,安心创作,好好创作。 感谢各位的鼓励,我会继续努力的。